風水,你問我我們開始這系列的節目 其實有一個問題很有趣 常言道這三個字是你設計出來的 你在道家看這個字 跟我們正常普通人看這個字很不一樣 我真的不知道,因為我不知大家怎樣看 這三個字,我在想人與人之間整個溝通都大一點叫做道理 所以我這個常言道不是論道家論道教 就是上現一些道理出來的 跟道教這個字不是有關係的 沒有關係的 這個道,我會說它一定是帶在後面的字出來的 道理 中國人跟西方人有很多不同的 西方人求的一些東西,你給我一個答案就行了 但是我們有時候給了答案給東方人 會多一件事會說,你覺得這件事合不合道理 對,經常都會說這件事合不合道理 但是你這個字的解法又不是一樣的 不一樣的,最重要是在理上的 理我們是天理,而不是上理 所謂的天理就是上天要求我們作為人 要保持一些準則,而不是法律的準則 法律我們認為是最低的道德要求 你違反了這個社會的規律時,我拘捕你是正常的 但有些事就算是符合法律,但仍然覺得心不安 是 是否即是說,如果我明白到天理 是 我這條路就好走一點 一定是這樣 大家有興趣聽的 這條路好走一點,你知道是很現實的 是,天理就是怎樣呢 人的幸福是天理給你的 我們很多麻煩或困境是我們自己想出來的 哦,即是當你明白了常言道的道字裏面是說天理 明白了天理,你的條路好走一點 亦都走得暢順一點,運氣好一點